哇 被子都还是热的 被子还是热的现在 摸一下 都还是热的 那是他们两个手机吗 是他们两个手机 你看这里面的衣服 男的女的 你看到多少 你看 这男的 全部都是男的女的的 你看这都是买的那些衣服 你看男的鞋子 这也是男的鞋 你看这男的内裤 女的的内裤 还有包是吧 包 眼前这个怒火中烧的男人名叫傅臣 他和妻子吴小花结婚三年 并育有一个女儿 为了给妻女更好的生活 傅臣一直在外打工挣钱 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家能跟亲人团聚 可最近年关将至 打工在外的他突然听到了 妻子的一些谣言谣语 说妻子和一个矿老板关系不一般 这让傅臣忐忑不安 为了一探究竟 他快马加鞭回到了家 和家人一起来到了 妻子吴小花经营的宾馆 可吴小花并不在宾馆 在傅臣却在他的房间里 发现了其他男人的衣服 难道真如传言所说 妻子吴小花和一个矿老板在一起了吗 妻子吴小花 别留个 哎呀呀呀 别开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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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屋内其他男人的衣服让傅家人群情激愤 傅臣的妈妈气愤的将所有的衣服扔了出去 看着眼前的一切 傅家人确定吴小花一定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 看着屋内别的男人的鞋子和衣服 傅臣的心都凉透了 没想到村里的传言竟然都是真的 此时傅家人的情绪彻底失控 就在局面无法控制时 吴小花的姐姐赶了过来 姐姐 你们不要搞东西 这东西谁会是我们的 不是小花的 我管是谁的 那我也收到那么多钱 要在里面 那我管是 你们还要钱就贴了 不要搞到我们的东西吗 你看我们的东西是我们的 谁管你那么大 现在你们是什么的 现在就是你们的了 就算这个电视它的话 也不能打东西 因为就是说你们 那个是夫妻的话 你们是付钱拿钱 那个东西是你们夫妻共同的东西 有什么是找法院 只说他要怎么也都可以吧 傅臣说原先对妻子 背叛自己这件事还半信半疑 可如今看到妻子 姐姐姐姐夫的默认的态度 傅臣犹如万箭穿心 自己为这个家辛苦付出 可没想到妻子 竟做出了如此龌龊的事 让自己头冒绿光 为了缓和局面解决问题 吴小花的姐姐主动联系妹妹 要求她必须回来和傅臣见面 最终夫妻俩人约定在宾馆见面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吴小花坦然的承认 确实在婚内交过男朋友 但两人早就分手了 不过对于她的说法 丈夫傅臣压根就不相信 面对半年没见的妻子 傅臣不停地打量着妻子 却发现妻子怀孕了 吴小花信誓旦旦的 称孩子是丈夫傅臣的 但不料被丈夫直接否定了 傅臣直言她和妻子分居 已有半年的时间 妻子压根不可能 怀上傅家的骨肉 她还表示 如果孩子真的是自己的 她一定会承担做父亲的责任 但如果是妻子背叛自己 怀的是别人的孩子 那自己一定要讨个说法 可让人好奇的是 两人才结婚三年的时间 还有着一个可爱的女儿 照理说小日子十分幸福才对 可为何会闹到如今的地步呢 两人之间的矛盾 究竟是因何而及 你跟她的矛盾最大的原因 这段矛盾就是 她没用 在哪里 每天饿死你了 你干什么 我饿死 反正就是没有能力 你每天没穿衣服啊 还是动死你了 你有用是吧 大家没投人 有本子是吧 和她在一起 就是老子也是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吴小花的一番话 实在让人无语 竟把自己对婚姻不忠的责任 推到丈夫身上 或许丈夫外出打工 两人之间确实缺少沟通和联络感情 可这并不是她出轨的借口 听着妻子不停狡辩的话语 傅臣也不想再给她留面子 她当时有男人 不是一个两个人知道 她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上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一个第一次搭到矿里面 到了下午 一个第一次搭回来又来开店 钱 谁养得和你啊 你当时还养男人 谁养得和你啊 所以你没用呗 是 那你有用点 是我没用 那个男人有用嘛 40多岁了 咱们 这里走那里走 你养着 你干嘛老子管人家干嘛呢 让你养 那个男人就有用是吧 我要你养了吗 最期望我还能养和我自己吧 说起那个男人傅臣就一肚子火 妻子跟这个男人不清不楚 也就算了 竟然还拿自己的辛苦钱去养的 不仅给了男人一万块钱 平常也是对那个男人十分的好 要买贵的 饭吃好的 可再看看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 这不明摆着把自己当冤大头吗 看到傅臣不停数落妹妹的所作所为 吴家姐姐忍不住替妹妹解释 称妹妹也鬼迷心窍被骗了 那个邝老板刚开始确实有钱 可后来生意失败就靠妹妹养着 不仅如此 邝老板还是个有家事的人 家人曾多次劝妹妹不要再跟他来往 可妹妹铁了心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还把开宾馆挣的钱都给了他 如今落得个人踩两空的地步 他还称妹妹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妹妹从小被送走亲情缺失 渴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 可这就奇怪了 既然渴望拥有幸福的家 那么和傅臣组成了家庭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为何还要背叛家庭去找一个有父之父呢 他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呢 为了找到那个男人弄清孩子的身世 傅家人决定在宾馆附近偷偷蹲守 没想到真的被他们等到了 傅臣的姐姐告诉调解员 今天一早她在宾馆门口 看到吴小花和一个男的同时出现 哪个男人衣冠不整十分可疑 因此她断定两人现在就在楼上 随后傅家人冲到了宾馆 可通往楼上的铁门紧锁 傅家大姐愤怒地踢着铁门 傅臣的姐夫告诉调解员 当初弟妹吴小花提出要开宾馆 全家都倾力相助出了几万元 可没想到她竟会做出这种事来 而傅臣的母亲也不断地诉说心中的苦楚 她表示自己吴小花和儿子结婚后 每天睡到日晒三干 家里的家务更是从未让她伸过手 孩子出生后她也是甩手掌柜 丝毫不疼惜自己的女儿 就这种人乱作一团屎 傅臣突然发现宾馆后面还有一个小门 傅家人连忙追过去 可从小门进去之后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可此时电饭锅里正煮着米饭 这一切迹象表明两人刚刚离开 傅臣认为是妻子为了躲避自己带着男人逃跑了 不甘心的傅臣在周围四处打听 可一切都是徒劳 回想起这三年来毫无保留的付出 傅臣彻底崩溃了 等再次回到宾馆 房间里的景象更是让她万念俱灰 床头的两部手机 被子里残留的余温 刚开始明明说何况老板早已断了联系 可这些和别的男人共同生活的诡计 无疑不证明妻子一直都在说话 在阿姨一夜就跟他起来 不能放下故意啊 我跟月子 他讲这个九点九点 他起来吃 晚上也是一样 你本身放客好了 还是 你把他 都忘了月子 我等下 谁一家 那些故意上 傅臣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两位老人把儿媳看得比亲闺女还重 对其摆一摆顺 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捧出来 可吴小花却辜负了傅家人所有的期望 伤透了他们的心 如今傅臣再也不再对妻子留有任何念想 打定主意和妻子离婚 双方再次在宾馆见面 一见面 傅臣的母亲就抽气着指责而戏吴小花 吃着傅家 花着傅家 却做着对不起傅家人的事 实在是太可恶 可面对婆婆的哭诉 吴小花却十分的理直气壮 仿佛她才是那个受了委屈的人 见吴小花没有半点认错的态度 傅家人彻底撕破脸 要求吴小花归还傅家人投资宾馆的钱 就是个骗子 就是个骗子 那你别说你生的月子这是个骗子 不是骗子 骗你什么了 骗你家长了 我的家长你还给你干啥啊 一万六块钱叫铺骗 你给我挖了个十五万 什么时候有十五万块钱啊 你生啊 我说你生啊 你说说 什么时候有十五万块了 面对众人的指责 吴小花态度依然十分的强势 她表示自己要不是因为怀孕压根不会嫁给傅臣 在结婚后自己就后悔了 这些年丈夫一直在外工作 两人之间的感情早就消失殆尽 但现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丈夫的 但傅臣并不相信吴小花的说辞 她坚持要去医院做检查 吴小花面对丈夫的纠缠十分厌烦 最后她答应了跟傅臣协议离婚 只要傅臣签字 她就会归还开宾馆的钱 第二天二人来到民政局 进去前吴小花提出配女儿吃一顿早餐 可女儿貌似对眼前的妈妈有些陌生 而女儿已经三岁 吴小花对女儿的饮食好爱却是一无所知 女儿的成长她已经错过了 那么对于肚子里的孩子 那个男的真的是骗人的钱还是骗你 说骗了也不是骗他 当时说是借嘛 但是他真的没有钱 那我也不好出席人家 有钱了他会还给我的 那男的跟你给你的承诺吗 什么承诺呢 承诺当时是说要跟我在一起啊 反正是我个人人名嘛 性格太暴套了 这个我 跟他分了 你不要反了 也就是怎么说呢 不过去就不要 在一起啊 原来就跟他 也可以啊 原来一个人还可以 比较爱啊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吴小花承认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丈夫傅臣的 而自己也和现在的男友分手了 他说起自己的一切 看起来是那么的云淡风轻 难道他就真的舍得女儿舍得这个家吗 陪女儿吃完饭后 夫妻二人走进了民政局 在那一纸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彼此的名字 这段婚姻也随之结束了 从此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人生再无交集 最后傅臣在离婚协议里要求著名孩子不是自己的 出生之后和傅家没有关系 而女儿的抚养权也归附沉 吴小花又看望女儿的权利 分别之际 看似平静的吴小花突然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一时间泪入以下 或许直到此刻他才懂得其实亲情就在自己身边 但可惜已经没有挽回机会了 当初如果能守住自己底线 相信事情也会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人总要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买单